电视剧双视宠飞三正在热播 我们都知道 曲小谭所熟悉的那个墨连城 是个无意高强且能霸气护气又特别会宠的完美男神 而自从三次穿越过后 曲小谭差点把墨连城弄丢 等到两人再度重逢时 墨连城的记忆已经被封印了起来 如今站在小谭面前的男人 不过是个平行世界里恪守难得的王爷罢了 但即便如此 曲小谭依旧没放弃希望 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顺利将墨连城取进了家门 并且随着剧情的发展 今世的连城也逐渐爱上了曲小谭 可他体内的过往记忆还是忽隐忽现非常不稳定 让小谭可谓相当的着急 然而他是不会放弃找回爱人的 为了让墨连城更加清新于自己 小谭特地发明了一套双修功法 分别是没来眼去见 秦义绵面刀和甘柴烈火掌 如今作为梁家富男的墨连城 哪里受得了这种疗憾套路 瞬间就被曲小谭征服了 不得不说 两人练功对事实的眼神也太搞笑了吧